一個人物,一個地方,一段故事 組成我們的香港歷史 逢星期日,Only Run Radio 有香港小學會跟你 港人,港地,香港地 好了,回到第二節青山談訪 丁思拉 是 我們今個星期的節目 娛樂向得很厲害 剛才說了一宗吳逸熙小姐 為了一片孝心,做了孝女 不懂說粗俗的說話 去保護自己的家人 非常開心 但這宗可能有另類的開心 怎樣另類的開心呢? 我不知道你們香港人喜歡武衡 以為你們喜歡有選擇 不是,我覺得開心 剛才那宗就是看到一個女藝人 不懂破壞自己的形象 去維護自己家人 覺得好感動、好開心 這宗就是你聽完之後 隨時笑到碌子的那種開心 哈哈哈 其實這宗的新聞 即關注的機構 即是在這一段時間以來 不好意思,我自問 我就很久都沒有關注這個機構的一些產品 然後呢 因為他沒有什麼產品可以讓我們關注 是不是你被張家輝疏擺的 但是最近 為什麼這麼說呢 張家輝 那樣子 真的好笑是吧 OK啦 繼續這樣吧 我就覺得 簡直是可以拍一套連續劇 雖然他們也沒有辦法 這樣真的沒有辦法 這間店是什麼呢 其實近來都很多事發生的 就是亞洲電視ATV 之前又說拖糧啦 拖糧啦 兩個月 一個月半個月 到現在還在欠 好像還沒欠完 還欠人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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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有這個說 叫人 問他們 問他們老闆借大耳孔 然後用來延避之急 但是要還的 好啊 你看看 好啊 事情發展下去 就是3月31日 就是我們錄節目之前 那一晚 是 是 就是這樣響 有人說 喂 黃維基 買了 是吧 大家都很高興 是吧 大家都很愕然 是 喂 喂 你都不算 不算惡然的啦 因為之前很多 網民呢 是 都是 不停地呼籲 黃維基去做這件事的嘛 因為某程度上是 一家便宜兩家著的 是 因為這個機構 亞洲已經是去到 末路的了 是不是 黃維基 你又數次申請 這個免費電視的牌照 又未能夠成功 那現在你又 如果能夠 買了這間 窮同活路的公司 那你又能夠 拯救這個 是吧 之前的網民 是不是這樣說 嗯 開頭是這樣說的 那但是呢 其實 是 當亞視 就是開頭 有人傳就說 喂 都是不做約的啦 那怎樣做約啊 撿了它 那時候呢 哈哈 那些網民就說 唉呀算啦 不如 不如你不要買啦 你買了 待會它又不足 它又不足 因為其實現在 亞視的牌呢 即是 即是 即是現在的約 都還有一年而已 那一年之後 若然 即是 有很多外面喘差 實際上 我不知道 我又捐不到 政府的床下底偷聽 那個床下底 是 你捐不到 黃禎的床下底 是呀 都捐不到啦 雖然我知道 他很肥 因為他可能會 因為他可能會邀請你 即 算了 不說 算了 我不想 其他人的 這個問阿Kent 這個我做不到 自問 你問阿Kent 哈哈 是吧 你問阿Kent 好多坊間就說 政府就不要想 網民機 有免費電視牌照 那若然 你花巨額 頂了這間店鋪 然後一年之後 你又沒得玩 那就是虧大本 那些網民 那時候其實就 不是很想去拿 是呀 你做生意來說 當然是這樣的 是呀 另外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就是 黃禎先生 其實為什麼一路以來 都買不出阿市呢 就是因為他水很深 是 他的嬌價太高 他嬌價很高 我又可以理解 因為據他自己所說 他接手這個機構以來 他自己是扔了 二十個億 那不是小墓 那臨尾離場 如果作為一個生意人 我想不蝕 蝕一定的 那我不想蝕那麼多 這個都可以理解 是不是 那是 那也有很多 就說出過些錢 但是我聽過 我聽過最多都是八億 那也是不肯 其實他也有減過下價 減了九折 他最後一次叫價 就說是十八億 但是別人給了八億 那當然不肯 那就是 說回什麼事 就是 三十一號 就 電視新聞 是電視新聞 阿市的新聞 是阿市新聞 那裡的電 是他們 阿市自己 阿市新聞怎樣 說了些什麼 那呢 要強調這件事 對 就說 這個 阿市 我忘記了說他 不是 他應該是說 他 應該是這個先 就說 黃慧基先生 將會買了阿市的股份 是啊 那 我那時候 一下班看到 蛤?有這樣的事? 首先我剛才說的 有很多原因 很多原因都說了 就是在商業上 或者什麼情況下 你一樣就是 我記得黃慧基 是曾經說過 好馬不吃回頭 草蓋是不會回去 亦都不打算 會買阿市回去的 咦?你這麼壞仔 你平時很害怕的 黃先生你 咦?你這麼壞仔? 是 好惡言 對 好惡言 好了 那跟著 是啊 因為黃先生 是的 黃先生其實 其實這段時間以來 新聞 哎呀又 出不了薪了 哎呀又買不成了 那時候呢 尤其是之前 大概早一個星期左右 說黃禎曾經接受過 一個內地的傳媒訪問 他當時是用了四個字 來形容阿市的狀況 他說氣數已盡 是啊 對不對 每一次傳出這些新聞的時間 大家都會去問黃慧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問他 你到底買不買 你買不買 但他每次都說 他說明我不會買 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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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阿市的新聞出來的時候 大家那個 是意外的 是嗎 你能不能當時 形容你的心情 我是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先拐了 蛤? 你又說你不買 那為什麼你又買 你這麼壞仔 你這麼壞仔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好了 但這件事很有趣 他這宗新聞出了之後 整晚就沒有其他有關的事情 就是提過 那沒有理會 當然這些我們當作煲水 是不是 是 第二天 同時間出現了兩宗新聞 第一宗就很 政府發出 第一天政府發出 就是 將不會和阿市續牌 那即是玩完這一年 你就好收工 好收工 好收工 大家 拜拜 這個 還是預計之內 OK 因為這樣你都不收工 就很糟糕 不知道怎麼收科 好了 第二宗就好笑 第二宗就是 王維基先生發出了一個聲明 就是 喂等等 我好像沒有說過我會頂了阿市 那些人就開始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就這樣 如果這部電視是由我來拍攝的話 首先我相信是有幾件事 即是幾個人物是關鍵來的 這個阿市 他發出新聞稿 即是說 表示王維基會買了阿市 接手阿市 那個新聞的時間 那個時間是很有趣的 因為當天就是三十一號的夜晚 是不是 因為之前據說 阿市曾經跟政府有磋商 他就說 喂 我們就不是收工 不過我們需要少許時間來重組 我們 可不可以將那個 即是 做不做牌給我們的考慮 就延遲到三月三十一號 等我 是 是 這樣 但是一直都沒有交過任何的問題 會引發說 政府要開一個會議 即是 訊號是否續牌 有一件 第二件 他們發表這個新聞報道的時間 阿黃維基 又剛剛不在香港 基本上 他應該是買通了他的秘書 或者他身邊的assistent 哈哈 就這樣 這樣 這樣 於是 對 怎樣呢 李先生 突然 有人 你可以 有問題還是你 有問題 應該是個 問題 OK 那我有什麼可以做 你有什麼可以做 你由你 你找個位置進來就可以了 我到時再剪 我現在一直不停 其實 啊 OK 可以 我找個位置進來 來啦 3 那除了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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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鎖 3 2 我先鎖 3 2 1 那除了 是他那個 文件 那個 呈交上面的時間點 還有另一個原因 就是 他們可能真的買通了 黃維基身邊的秘書 或者assistent 還有錢 因為呢 黃維基 黃維基當時 是不在香港的 是 可能他的秘書 黃維基這頭 上飛機這頭 秘書就 喂 黃姐先生啊 我老闆就 來了香港了 你離開香港了 你要做什麼做 那這頭 黃維基走了 這頭 壓視又出新聞了 因為想著你沒辦法 可以回應到嘛 起碼終於是做文件 如果是我來拍這部電視劇 我就可能會找 一個奸奸地的角色來做 這個秘書 或者assistent 哈哈 應該是找高海靈那些的啦 哈哈 都應該是找那些的啦 看法都 狐仙 那些啦 那 所以這個 這個時間就很正啦 是 還有沒有呢 還有什麼 有啊 我打算他可能會鋪的後路 我打算他可能會鋪的後路 因為這些消息傳不出來 那天 黃維基 否認買亞時那天 是4月1號 對吧 哈哈 哈哈 好了 他就說 今天是余人節 你給我玩了 可能是那些 哈哈 所有是鋪著後路的 哦 但是這件事呢 就是變成什麼呢 就是我自己整件事覺得就是 由我在3月1號感覺到 哇 電視風雲啊 哇 大片來的 然後第二天就起床跟我說 是一套 溝片來的 哈哈哈哈 是那個感覺是很溝溝 溝得很厲害的 就是 你 哇 一開始很緊張 咦 亞時 五十年歷史終於 終於 有得救 那又覺得 黃維基 大家都知道黃維基現在說事 就糟糕了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了 是 哇 難道他拿了亞時 咦 那就有機會跟無線 差一日之長短 就是 大家都是這樣衝勁 實際上就不知道 因為現在不成事 好了 是 那第二天出來 跟你說 亞時 是做新聞的 假的 然後突然 就 蛤 你這樣都可以 啊 就是 人們聽了爛 那個反應 喂 黃維基 我想 他的感覺 都很無奈 是 他說 他怎麼說呢 他說 首先 我沒有說要買亞時的 是不是 我從頭到尾都這樣說 你說我有沒有跟他們接觸過呢 是有接觸過的 不過我是跟他們談 我怎麼可以 協助 是協助 亞時繼續發展下去 是 是不是 雙開 有沒有合作過空間 或者怎樣可以 這家便宜兩家座 或者怎樣 但是我從來沒有說過 我買亞時的 是 那情形呢 就等於 我今天突然間在節目那裡說 啊 我願意 就是我將會跟 亞鬼去吃飯 亞鬼請 然後亞鬼還說 喂大哥 我從來沒有說過請你 你還可以 單方面說這些話 是啊 唉 黃維基真的很無奈 我覺得他也 是啊 還有還有一件事 有很多人 就是一聽到這件事 就馬上想起一件事 其實 亞時報流料 就不是第一次了 哈哈 你還記不記得 大家都很驚訝 那你記得上一幕是甚麼事 我記得 記得記得 不過我由你講 我講一下 你這麼高興 就是甚麼事 就是 當年呢 亞時做了一宗新聞 就是說 中國當時的領導人 江澤民先生 死了 哈哈哈哈 然後那些人就很不其然 就把兩件事聯想在一起 通常那些網民 一把兩件事聯想在一起 就馬上找出資料 好壞不壞 即是不找就自可 哈哈 一找就把幾火 一找就笑到滾地 哈哈哈哈 那原來呢 當年這個報道江澤民死訊的 是一位叫陳慶昌的新聞報道員 是肥仔來的 四眼仔 是 無毒有偶 是 這單黃維基 買亞時 又是他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乃兩次 真的有什麼可慘 乃兩次 乃兩次 你要乃兩次 哈哈哈哈 哈哈 喂 但是我想問問 阿丁主婦 就是 亞時去到這個窮途末路 那麼 她還要做些什麼白癡事出來 究竟為甚麼呢 嘩 就這樣的 咦 你又不能夠說別人做新聞 是 是不是 因為呢 就是這樣說 現在亞時的新聞報 是否認他們是做虛假新聞的 就是目前為止 他們不是再說而已 哈哈哈哈 那我就 那我就 看著那個標題 我想了很久 那我看到這條新聞 他們否認他們 那我想了很久 那後來我終於都想通了 是 他們實在又真的沒有做虛假新聞的 是 他們只是 早了一步而已 是不是 就是 人的事情 總有一天 哈哈哈哈 哈哈 是不是 是不是 她 她說 領導人 去世 過世 那樣 那人 每個人都總會有過世的一天 啊 她只不過是今天 是不是 她只是提早了一步 所以你們不能說她做了一件新聞 我絕對反對你們 那這宗呢 那這宗呢 我先想想想 阿士的朋友 我是很努力幫你兜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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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沒有錯的 她 是 她說人家買 是 是不是 那人家都沒有說不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她以為我是買的 啊 那 後來就 發覺不是 哈哈 哦 怎麼知道呢 是不是 我大概猜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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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黃衛基 嗯 這樣就 跟阿士迪高層 阿黃貞 那些去 貼翻 這樣 貼翻的時候 那 阿黃先生 喝大兩杯 嗯 大兩杯 這樣就 啊 你又姓黃 我又姓黃 你的電視搞得這麼沒良出 我的電視就沒有人看 怎麼辦呢 啊不如這樣吧 不如我買了你的電視去 那我又有牌 我就可以跟隔壁打開 是不是好像很棒 哈哈哈哈 哈哈 拿瓶威士忌來 哈哈 應該是類似這樣 會不會是一個講國語一個講廣東話 大家言語之間 就是語言問題出了誤會 哈哈哈哈 哦 很多種可能 嗯 然後 阿黃貞聽到 嘩 你買我的電視 我也可以的 立即打給新聞道 要立即公過天下 哈哈 你不能反悔 不是 在他開心那一頭 就是他喝醉了 喝到吐 嘔 嘔 你買我的電視 立即告訴新聞道 我要大肆宣揚 我姓李啦 這樣 好了 你講起打給新聞道 是 我又覺得挺有趣的一件事是 就是那個記者 是 這些新聞從業的運作 很少是會說 你一個高層 憑一個高層的某一個消息 就足夠去出一個新聞 就是這樣公佈一個新聞 對吧 嗯 因為你作為新聞從業員 你是有責任去求證 是啊 但是無論是江澤民那個 五報江澤民那個 死訊那件事 聽說 他們內部都是憑一個高層的電話 直接打給新聞部 然後新聞部就報出來 嗯 即是很簡單直接 是嗎 他們亞視新聞部的作業方式 我 首先幾件事 首先 以亞視專府的聲明 就說 他們覺得這樣報是沒錯的 因為現在 今時今日做新聞 是要鬥快 嘔 嘔 所以 我說他們沒錯 他不是很快地報了江澤民的死訊 在他死前不知道多少年 可能是將來八年歸老的時候 才拿出來用的 不過播早了 是 這個不是新聞 這個不是亞視新聞報道 這個是亞視預言報道 應該是 未來報告你 真的 是要找Tom Hans去報的 找這個 死定忘了 突然間 Tong Cruz 那些 未來戰士 那些 但是這一單 我又跟你鬥了 那為什麼這一單 那老闆直接打過去呢 因為老闆就是當事人 那他就是那個Sauce 他還是第一手消息的Sauce 那即是跟你說 你如果有些收到什麼線報 葉繼歡躲藏在哪裡的話 那都是 別人的線報你也要查證 現在的情況就是 葉繼歡親自打給你 我現在就躲在哪裡 那這些很難想確成 沒有問題 是嗎 是 但是你沒有理由 連訪問王晶 你也會省下 那他也沒有想到葉繼歡 原來是騙他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但是問題是你已經 他已經是乱改鑊 那他上次乱改鑊 那他上次乱改鑊 都是叫做隔了一層 那就是 有人 布串 葉繼歡躲藏在哪裡 那那個布串 那個騙他沒有辦法 這次 葉繼歡親自打給你聽 誰不知你怎麼猜到 葉繼歡原來是喝大了 胡亂說給你聽 是 你猜不到原來葉繼歡都過余人節 對 然後可能跟你說余人節快樂 哎呀 那就糟了 那我有一個問題 是 那就是一般的記者 是不是 我不知道香港的制度是怎樣 但我承認全球都一樣 記者呢 他本身的誠信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在美國呢 就是一個記者 他對他自己的報道 做的那單的新聞 採訪那單的新聞 是有一個贊成的 是啊 那就是如果你的報道錯了 或者你是好像之前那樣 不報這個某某大人物的死訊 那你其實在這個圈子 你再找工作就難了 那怎麼辦呢 就是這樣 我又覺得 對於那位新聞報的同事 我是予以同情的 因為為什麼呢 江澤民那單是他報的 那老實講 之前都有一些什麼聽證會 什麼會物會都已經說過 就是說 其實他也是受人指使的 即是被人逼迫他要去報的 然後他上司就說 真確性很真的 真到不真 那他也是照報的 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這單呢 更加真 真是當事人 真是當事人 直接告訴你 就報這單 真的 為什麼呢 我就是當事人 那他這樣還沒辦法呢 你最多只是說 那個梳士有問題 喂 如果你問我 我又不能夠 對他作出那個完全的同情 首先是誰人都知道 是不是呢 香港這陣子 也一直在爭論 一個問題 就是電視台的新聞部 樂業的編才是 該有獨立性的 是不是呢 你不能夠說 高層指示你 你就去做的 因為你是一個新聞從業員 你不是一個演員 你不是跟劇本的 你是應該自己有一個 這樣的判斷的能力 或者你要去 有一個求證 先去求證 然後才作出報道的 這個職業的操守 是不是 你不能夠一句說 高層給我 我就說過 這樣我又不能夠完全去同情 這個新聞報道員 不好意思說一句 其實我的點是 如果你說你要求證 因為為什麼 可能有什麼消息 狗仔隊 燕仔 你當然要求證 但問題就是 你現在直接給你那個 不是什麼燕仔 善人 鬼頭仔 而是什麼 是真的事主 是真的事主 老實說 就算那個老闆 不是你老闆 他簡直是事主 告訴你 那你最低的 就是事主欺騙我 對不對 那當然 你老實說 如果你真的要求證 你真的要求證 你真的要求證 你其實 阿丁師 如果你說 真是很需要求證 那是什麼呢 打給王維基 那你找不到他 問題就是 這些名人要找他 做一個心蟲業員 就很容易 也不難 但是呢 我怕到時候 他一聽 如果要找找 都很簡單 當你一聽到 喂 阿維基 喂 喂 天位 嘖 嘖 嘖 那你都知道 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 都知道 飲大了 是不是 都是這樣 老實說 對事 你沒錯 但是 如果你 真的有 少少疏忽 是會出現 這些問題 這也是 無可可否認 是 為什麼 我告訴你 為什麼 這個報道 出了之後 有這麼多人 就是頗多人 都是信以為真 首先 當然是出自 我們大家 對這件事情 美好的願景 希望他真的能夠成真 大家畢竟都不希望 這個亞視是倒閉 因為始終是一間很大的機構 它有很多的員工 你真的倒閉的時候 很多人真的失業 而且他始終都是陪伴了香港人幾十年 我們經常說集體回憶 這些都算是一部分 大家都不願意去倒閉 還有最搞笑 就是 他們公司的高層 阿葉生 在這件事情 報道出來之後 很多記者當然是用去亞視門口 他們說 看到他離開亞視回家的時候 他們說是陰陰最善的 大家想著 你當然有好消息 你才會笑 大家都想不到 原來他陰陰笑 就笑你們這些傻子 又被我騙了 他陰陰笑的原因就是 他自己聽完 他都覺得好笑 他忍不住笑 不是啦 他出來的時候 他還在回味著笑 怎麼搞錯 他自己搞不定 所以這個 沒問題 我覺得 反正 還是說一句 現時為止 亞視都還沒有很明朗 他再一年慢慢熬 看看他熬到什麼 對 雖然這個 截至到我們錄陰陰的這個中數 亞視最新的發展 我們不要說結局 因為還有幾天 我們都不知道他們會繼續發展下去 政府會說 將亞視的營業 一直延遲到4月1日的明年 對 希望他們 南美也好 怎樣也好 還有 他們的牌照 到期之前 亞視仍然需要提供服務 給普羅大眾 沒錯 即是你明知道 你會到期 那你就什麼都不搞 那不是這樣 你要盡你的責任去完成 那 看看會怎樣 嗯 沒錯 但 都好 都好什麼 在這個時間 即是很希望 其他的台 就可以 即是很流行的 另外那個大台 是 很流行是根據這些 社會事件 就整套 賺人熱淚的 的劇集 是 那可能 明年4月1日的時間 就開始開播一套 什麼電視風雲那些 哦 又來 是 那怎樣也好 亞視還有一年來 看看她的發展 我們希望 祝福亞視 請不要放棄治療 是吧 即是 每一刻 我們都是要盡力的 我們要繼續 The show must go on 嗯 我們繼續盡力的下去 還有就是 聊生意的時候 不要喝那麼多酒 不是很容易令人會 對 千萬不要相信什麼 摸著酒杯底 就容易談生意 這個是絕對是 絕對是 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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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希望我們下個星期 又有些更新給大家了 好了 下個星期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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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收聽 Only One Radio的節目 想知道更多節目內容 和收聽其他節目 請登上 www.onlyone-radio.com